整个2024年 依然会是很卷的一年 我订的时候 刚刚交车的时候 其实是 NV是没有的 前两天不是刚刚 OTA了吗 一个的大礼貌 已经很极限了 这个时候我是 看不到前车的情况下 我在仪表上居然看到 它识别到了 前面车的建模出来了 我作为一个老司机 如果看到那样的 地下车库 有这样的车位的话 我基本放心 通过几次试了以后 我会发现 这个真的是能力强 而不是它太激进 真的在不远的将来 可能我们所有人 夺车的最后一下的话 最后两米三米 都会下车 我是觉得 就是腾设音器 当然毋庸置疑 它是第一梯队的 一个水平 我觉得第一梯队 不一定是 它的技术有多先进 多激进 而是它能够 为真正的车主 在日常行驶当中 能够替代你 多少使用的场景 刚才咱们车主提到了 已经去抢天体验了 这个城市人文位 如果你现在能够体验到 城市人文位 那你就是第一梯队 我就可以这么来去定论 一个好的支架 应该融入到我们的 真正的使用场合当中 而不是说跳出来 像是一个 时髦的科技的一个道具 我相信它会越做越好 可以把 就是我希望的东西 慢慢地呈现给我 大家可以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